雖然沒有很懂 這很正常 但是我蠻有感覺的 那就相信你的直覺吧 我真的可以相信我自己嗎 很快就會再見面了 我真的可以再見面了 讓我們用傾聽與陪伴 陪您度過黑暗時刻 這是嘉義藍堂三信亭旁邊 立牌標語上的文字 也是等等帶領飛豪會經過的地方 延續陳飛豪各展 躍進者詩歌最後一個展間 妖怪治理 我們前往可能是嘉義市中心最涼快的景點 三信亭 雖然此行最殘念的是 原本此停最頂樓有為王大哥吹奏薩克斯風 可以作為這集的背景配樂 而有原則的他 反而在我高之後 收起樂器 折日再來 但 好巧不巧的是 在我們一路 從書宏到支線 慢慢往上爬的同時 遠處響起的音樂 彷彿告訴著我們 沒有消失這件事 總是 會換個心事 再出現 這件事 就是一個 以前講那個什麼 以前就是在看鬼故事YouTuber的時候 一定會講到的地方 這裡嗎 這裡藍潭藍潭真的很多 然後那個涼亭 剛剛那涼亭也是很多啊 好像其實只要涼亭都是嘛 之前的故事好像是那個涼亭是有人 好像是怎樣 好像是在下面發現到什麼東西 乾掉了 乾掉了 跟這些蝸牛一樣 蝸牛 欸他們乾掉了嗎 他們應該是 因為這裡是洩洪道 他們已經 爬不上來 他們就乾在這邊 嗯 非洲大蝸牛 對啊 下雨的時候 這邊就會水整個淹下來 對啊 所以我們應該會 傾洩而出 因為我們左邊這邊是主要的 傾洩的那個 所以現在如果真的一個大雨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真的就 就是你可能 應該還還早 好像是仁義潭那邊會先滿 然後這邊 我也會再滿 然後這邊 也不會 應該不會那麼快 嗯 因為我記得以前 我爸小師 欸我小時候他會帶我們來看 就是如果是太 雨太大的時候 大家會在那邊看這個小小的洩洪 嗯 就在我們左邊 你說豬隻攤 豬隻倒下來 倒下來這邊 就好像大家會看石門水庫泄洪那樣子 對對對 然後加一點就是很 小泄洪吧 很小這樣 那我們 嘿嘿嘿 跟我來吧 往上爬 往上爬 欸那我想 想問一下 那 那個展場一進門的那個照片是 那個展場其實是那個 就是 因為我旁邊的那個 有一個新加坡的作品 右手邊的嗎 對對對 然後那個其實是一個 沖繩的一個 那個好像叫做九高島吧 那個島 它就是他們的神話裡面傳說說 就是說 島嶼它其實是 神明是從那個地方降臨的 然後它就變成像一個希望之島 或是一個 欸我們就可能 祖先過世之後 它那個神 那個 仙祖都會聚集到那邊去 那種島嶼 所以它那張照片的房 是 是 就是一個image 右邊 對對對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在講說一個 希望的島嶼 然後一個 一個影像 然後可是到後來那個作品的話 其實就是在講那個嘛 新加坡那個時候好像突然變成了 一個島嶼就是 那個 沖繩人 因為第一個也是沖繩人嘛 沖繩人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想說他們要 要去外地工作啊 然後就是 就這個時候好像叫做新加坡變成了 這樣子的一個希望的一個島嶼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我其實後來還有看到就是 二戰的時候那個 宣傳歌曲嘛 其實那時候就是日本 他們去共打新加坡的時候 寫的一首歌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 可是那個故事內容就是 也是把它寫得很美好 可是它其實就是 也是希望之島 可是就是那個狀態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個沖繩人他們寫的那首歌是 就是那個 他們是要講說 他們要 要去新加坡打拼 然後就發大 然後就是 然後結果還真的有發大財這樣子 去新加坡變成人模人樣啊怎樣 所以不是先選擇新加坡 而是因為那首歌 所以找到新加坡 就是對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是先知道那個 那個沖繩民謠嘛 就是我們會知道那個 我們就是去沖繩一定會聽到三線 然後他們就是會做這樣的民謠 然後去 然後他們民謠裡面就是 就會有 就有一首歌 就很不紅啦 可是它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都聽得到 就是因為最紅的還是那個什麼 什麼淚光閃閃啊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比較商業流行歌 對對對 或者是什麼島歌啊 什麼之類的那一些 就是 它是有點 用測驗的方式展開 在那邊嗎 對啊 那個時候是想說那個 影像 影像去慢慢的去拼啊 湊啊 然後怎樣這樣子 就是說好像是很多影像這樣拼墊起來的樣子 然後那個測驗確實也是啊 那個時候寫過去 島的那個影像啊 它本來它就被好像 就是好像被切一下嘛 就是那時候就是 大概90度的那樣子的影像 然後那時候就是去想說 就是那個島啊 本來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希望的島嶼 可是後來它就 在整個就 整個就是 因為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它就整個就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其實就是本來好像就是一個符號 然後最後變成 在很多人不同的詮釋裡面 它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那我想問 為什麼它的對面安排的是 你說的 就是這是主題的 越境者 越境者十個嘛 然後那個時候是 因為那個時候是想說 可以讓它好像 就影像嘛 影像影像影像 就小影像大影像大影像 到最後我們到最後 就整個大影像了這樣子 對啊 就是 因為那時候到後面是 灌塵之裡是兩個嘛 然後那時候是想說 那時候 欸 好 我把踩到一個刮鈕 那個應該已經盛渴了 沒關係 對不起 好 那對阿那個時候的話 是想要有一個影像 多重影像的一種狀態 就是說我今天先看到 因為我先看到最小的是那個嘛 照片 是照片 然後我就 那個時候就大家往右走 然後對 就新加坡的側頁 對 新加坡側頁 然後大家就慢慢的 越來越大 然後越來越在 然後越來再往裡面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空間 因為 面對側頁的前後 應該就是 有點像是 詩歌影像畫 是嗎 對對對 他其實那個時候我是 想說這樣做 就是說那個時候有 那個 日本人留下來的那個試作嘛 然後我就有一個 憨失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欸這個是武功嗎 應該不是武功 不是它是馬路 馬路 對馬路 是你抓起來會有很 很重的阿摩尼亞味的馬路 好像有種動物會吸它 會吸毒這樣子 跟吸毒一樣吸它 但是他們應該是被 困在這個疏紅道 他們上不去 可能會慢慢乾掉 有可能 對你們看一看那邊的 蝸蝸都這樣 尤其是 疏紅道 可能要大紅 下超大的雨才會拯救他們 嗯假的 對 沒辦法 這邊是給水走的 嗯 過多的水才會走這裡 嗯 嗯 對啊 因為我覺得那個影像還 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去看的時候有一種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故意lag 所以看到了 那不是故意 所以看到了 有的有故意的有個沒有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你說 我以為有搭到 就是一邊是夕陽的漁灰 然後一邊是小金床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不是 是不是你有故意這樣子 不會啦 它其實本來 因為那時候就是隨機性的這樣拉波 然後就 其實就讓它兩邊這樣子 而且你有 刻意去拉近那個景嗎 對不對 嗯 你說哪一個景 就是你這兩個影像好像都有拉近 不管是在拍一個 有點像 程式的剪影 或是什麼 你都是讓鏡頭潤很硬去 對對對 可以稍微講一下這部分嗎 因為我 因為它是跟師哥去搭的 因為第一件事情是我 拍那個東西 我是真的很喜歡 就是印到最低 然後就是說會 就是說你前面如果的東西 跑過來會模糊 然後後面的話就會 蠻清楚的這樣子 就後面的東西會很清楚 然後我一直覺得那個 影像的效果我一直蠻喜歡的 是喜歡那種 幾乎快要失控的感覺嗎 嗯 就是 我覺得好像是有一種隱隱的 你從這邊看過去 然後 好像是你要說偷窺也是可以 就是說我這樣隱隱的 看過去 你這樣子 然後前面那個東西這樣子 過來 然後 你就會遠遠的看到它 可是它很清楚這樣子 然後可是你反而 離你最近的東西是最模糊的 喔 你看那種感覺 喔 有有有 就是說我去拍那種 都是在日本嗎 那些區域 沒有就是有的地方是那個 台灣 有在台灣 然後有的是在 有的在日本 有的 那個新加坡的那一件 它 新加坡跟那一件有沖繩 然後 那個時候新加坡是 我後來的新加坡 我全部都用檔案 因為我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本來想說我是不是要去新加坡 好像 有新加坡的影像 是 有檔案 就是 新加坡部分只用檔案這件事情 好像也蠻好玩的 因為就變成就是說 就是說你 你是 因為你在幻想 幻想一個新加坡 我覺得好像是有一種這種感覺 對啊 也有點想問怎麼挑到那個女強人 那個其實就是一本書 就是也是一個 就是我那時候看有一個日志時期的一個 作家叫西川滿 他後來寫的一本書 他那個時候讚或影響回日本 他那個時候日期在台灣 他就是一個怎麼知道 日本 那個日本坐在來邊 那些人 你知道嗎 就是他這樣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反正他就是有掌握蠻多資源的那種日本人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他回日本了嘛 然後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會經歷過一段落魄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 他好像在用這一個 這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就原本好像很 本來好像就是一個 被騙到新加坡去 當妓女的一個女生 然後他後來 然後整個人翻身 突然整個人翻身的那種感覺 我那時候就覺得他好像是在 講自己 他是不是在用講自己 他也是大翻身 他也沒有到大翻身 他那時候回日本的時候 就慢慢的 你知道 慢慢的弄掉 然後他後來自己還創了一個 媽祖有關的那個新興宗教這樣子 哇 對就是一個 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他變成一個類似教主的人 對對對 他那個時候就是 媽祖教 因為他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妙的 怎麼講 那個時候的日本人 其實在台灣的日本人 其實他們對台灣都會有鄉土愛 我覺得這個不用懷疑 可是就是說 你升級到 國家認同的時候 那個就 有時候就會不一樣 就是說他們本來就是日本人 可是他們是對台灣有鄉土愛的 嗯 然後就會有這種 微妙的狀況 就是說 可是他們的認同 就是他們國家認同 當然還是日本人 可是他們對台灣是 很喜歡的 因為我有看你選的那幾首詩 由左至右 好像就是由 由北到南嘛 先北投 在板橋 板橋 然後再嘉義在台南 可以講一下這樣的安排嗎 那個時候也是 因為那個怎麼講 我們那個時候講 因為那時候講北投嘛 也算是那個時候台灣的一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 熱門景點 因為那個時候 日本人發現北投它邊有還不錯的溫泉 而且那個成分的話 就是 也都蠻有趣 就是說好像 因為日本好像比較少這種 油黃味很重的溫泉 所以他還有說什麼 藥氣路人聲 林泉隨地湧 對對對 而且他還寫到嫦娥 我還以為你有特別 搭配中秋節 不是 那個是那個 那時候就先北投嘛 然後因為那個地理位置 剛好是 北投板橋 然後再嘉義台南 因為那個時候 我本來其實 好像也是想要 想說是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想說 在嘉義展嘛 他是不是想說應該要 全部都應該是嘉義跟台南 可是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看了那個 師作的一個順序啊 後來我就覺得 比較像是 怎麼講 他們的遊歷的一個 順序嗎 就是說從台北 因為他們 因為那個時候外地人啊 他們要進來台灣啊 他們第一個就先去基隆嘛 然後去基隆 然後再搭火車到台北 然後在之後 他們就會慢慢的 就是說去一些 景點 你知道我經驗就是 因為日本他們那時候就是 也開始做一些什麼 觀光旅行的一個 觀光旅行的一些東西嘛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開始去那個 第一個可能就會去溫泉 然後再接下來就去 板橋 板橋就林家花園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那個 它應該也算一個大景點 也是一個大景點 對 現在好像也是這個大景點 然後那個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到了 一路一路 然後再到嘉義台南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然後那個時候 對阿 那個時候其實也是 做這樣子的一種 回應啦 就是說那個時候好像有 北至南的一個 所以其實 你說這些 漢語寫的詩歌 它 它是台羅拼音 它 它那時候是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有點複雜 你知道這個就是 這個可以 需要你解釋一下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那個 因為首先第一個 日本人他們寫那個什麼 寫那個 漢詩這種 寫漢詩啊 其實他們寫漢詩 他們其實是去 有點像是硬背 你知道嗎 硬背那個漢詩的意思 然後它有運講 他們那邊 喔靠 我剛剛是在這邊跌倒的 喔你要小心 那邊的話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 就是他們在寫漢詩的時候啊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寫漢詩的那個 漢字的意思跟 然後去拼這樣子 ヘイジ妳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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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然後那個時候 對就是 喔可是這個好難解釋 就這樣 沒有其實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會去湊那個 其實他們寫漢詩的 邏輯是他們會先用 先他們會表解 那個詩的意思 然後去詩的意思之後 然後他又會去寫他的運講 然後他再去一個一個 把他湊起來 然後再去 然後還會有一個用日文 旁邊還有一個 用日文輔助的方法去 解釋他的一個 那個 語句去 然後去做 然後他們念的時候 其實是會去念那個 日文的那一邊 這樣子 喔因為我有看到 就是你同樣一篇 有兩種斷句的方式 那我不知道是 那個我看到的是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我是 那個什麼 我是先決定那個 就是說先去 決定聊這一首詩 是一個很工整的詩 然後那個時候我再去 那個時候我再去選 他說 就是我再用一個 比較亂數表的方式去 那個選說他哪一個地方 要寫成羅馬字 有些地方要寫成那個 漢字 然後那個時候最後就是說 我就是把那個 漢字跟羅馬字的中間 我就把它重新斷去 其實就變成就是說 好像我本來是這一首詩 我把它變成另外一首 另外一首新的一首詩的感覺 然後所以他念的方式 等於是你 等於是你的創作 斷句的時候斷句的 就是說他現在是斷成這樣 我現在是把斷 故意斷成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就是有點這樣子 就變成 就是說 就是他本來是 沙沙野風吹可以嗎 然後我覺得現在就變成 沙沙野風吹 然後就沒了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 那你自己的斷句的邏輯 那你自己的斷句的邏輯 那時候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用那時候去用亂數表這樣亂抽 然後去找那亂數表 為什麼會使用亂數表再把它打亂一次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就是想說 變成一首新的詩的感覺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漢詩 他其實是一個還蠻整齊的一個 詩句啊 然後而且其實老實說漢詩 他其實 他形式其實是一個很怎麼講 很陽剛的一個形式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其實就是說他會變成就是說 因為像比方說我們知道的那個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明石元二郎 就是那個那個時候 葬在台灣的一個日本總督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 他是寫漢詩 他用漢詩來寫日記 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 那時候還蠻明確就是說 漢詩是很難性的 很陽剛的一種詩的結構 然後後來的話我那時候是想說 那就把它用羅馬字跟漢字去混合的 那種方法去把它打亂 然後打亂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新的一個短劇 像是新的一個詩句的感覺這樣子 那我也想問 那為什麼最後那個影像 他一開始會有名護於小G的故事 名護於小G 那個 因為我那個故事其實是在講那個 因為最後那個怪談的治理 其實是在講日日時代的怪談嘛 然後那個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名護跟小G的故事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怎麼講 就那時候的日本人他們就是會去搜集 他們那時候其實會去搜集 非常多的那個鬼故事 然後那時候的鬼故事就是說 可是他們在寫這個鬼故事之前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文明開化 他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要用新的 就是我們要用新的科學的方法 去解釋什麼是怪談 所以說他們那個時候就是會去 在日本他們也會搜集很多怪談 然後就去講說 這可能是因為是因為怎樣的心理作用啊 這可能是怎樣的一個物理現象啊 怎樣的一種自然現象 然後去解釋說這個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 明護跟小G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他就是變成比較 怎麼講 那台灣那時候統治日本嘛 不是 日本那時候統治台灣嘛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就是會有很多那種 其實他們其實還是會有那種寄院啊 或是會來台灣這樣子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鬼故事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到處去搜集啦 然後就會變成就是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 那時候收錄的真正的一個鬼故事 就是鬼故事 然後就是他就是 你好像有寫在猛甲那邊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那個時候故事就前面不是有講說有一個 他前面就有一段就是在講說 啊生靈死靈啊 這些有一些是 那個 有一些人就相信 有一些人不相信 然後相信的人就覺得可能真的是靈魂作祟 可是不相信的人會覺得 這其實是某一種心理現象 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那時候其實那時候 他們導演就是會有這一句 然後再慢慢的去講鬼故事的一個過程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小居跟那個名護的那個 因為他裡面就是在講說那個小居好像就是 知道那個人過世了 就是有一個那個 之前有一個游女叫名護就殉情了嘛 然後他們就是後來其實那個時候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就突然那個小居就突然就是 好像覺得好像名護上了他的身 然後就是發生這樣子的一件事 一連串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 歡看樓他的拍攝的那些東西 那你是怎麼去 那個就真的就去日本拍了 喔 那個白接那個 因為你我剛剛 因為那個其實他其實是一個那個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日本的那個 那個怎麼講 百階堂嗎 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一個 他那個是什麼地方 那個地方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一個算是一個歷史建築 然後他到了那個什麼 夏季的時候啊 他就會一直那個 一直弄這個鬼鬼鬼鬼鬼鬼的一些裝飾 然後就會 就是會有一些那個 然後他故意讓燈光給你弄得很詭異啊 喔所以那燈光不是後製的 我還以為那是後製的 就是那個其實就是沒有 因為他們就是會故意把那個歷史建築 就是種人的隔居隔關你知道嗎 就是然後就是變成夏天的 因為夏天他們就是要聽鬼故事嘛 喔喔喔 然後他們 台灣現在好像也開始流行了什麼 有啊 那兩季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那時候比較是一個那個 一個歷史建築嘛 可是他就是故意把他 欸他那個應該也算不記得 就反正他就歷史建築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怎麼講 就是 喔 還可以喔 對對對對對 喔 這邊要寫什麼 看 看我寫什麼 讓我們用 傾聽 與陪伴 唉唷 度過你黑暗的時刻 啊 就是說 啊 這是那種嗎 就是 在你要跳下去之前 你可以先想一下的那種感覺嗎 對 可以這麼說 你知道那個 這個收爾漢江有一個大橋啊 喔 他那邊也是 他那邊也有寫過 然後好像 反效果 反效果 好像聽說 我那個對好像就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 告示立了之後 更多 更多類似的 這邊的 這邊的 樹木 其實這顆你看長得超漂亮 欸他對啊為什麼 這個應該是倒 這個這個遊戲 他一定是倒下來之後 他又 橫的這樣長 嗯 對啊 是因為之前颱風嗎 沒有沒有這個應該很久了 還是他本來就是這樣 他很久了 應該斷很久了 對這個 這個松樹為什麼 這松樹真的好漂亮 他感覺就是 這顆超好看 這超像盆栽耶 對啊 盆栽放大 他超像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明虎跟小居 他是會放在 像 類似刮魚的後面 前面 他是在前面 對對對 他在前面 他結構是在前面 你有那時候是想說一篇日文一篇漢文嗎 怎麼了 為何他在前面 為何他在前面 什麼 你在做什麼 為何他在前面 為何他在前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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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那邊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他要 他要 應該是想要他 趕快去投胎還是去做什麼 趕快去投胎 趕快去 鑽石 鑽石嗎 因為他的 有他的那個場景 感覺像是說 因為我台語也不是很好 然後他的感覺是說 他的 是不是他的共桌已經 擺好了他要吃的東西 對 然後那邊也多了一個 他的牌位 嗯 嗯 也多了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就在說 那個鑽石 他那個鑽石 他就看了 你不知道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很愛 他就看過 他就看了一個 魂魄這樣子 迷茫在那邊 沒有這個你不用下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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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這邊 喔 這邊就是 嗯 他是旁邊再下來一點 的小 窟窿嗎 欸 可是其實如果水多的話 是整個會有什麼 對他就是慢上去啦 然後那邊就洩洪了 嗯 對啦 然後那個 寧仔兄弟 寧仔兄弟他就是 對啦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 我那個時候設定其實就是 他是一個 就是想要他趕快 對阿就是說 好像他的 媽 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本來後面其實是有演到那個 就是有演到說 他的 就是其實這一切都是他的 媽媽的一個執念 然後讓他 就是 走不掉 然後那個時候是想說 呃 然後那個其實後來 可是後來我把後面那邊 全部剪掉了 嗯 本來那邊其實有拍出來 可是後來就 我覺得只留 只留他 他就是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原來他 已經成佛了 嗯 你覺得沒有 其實他不知道自己 已經走了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設定 其實那個設定其實 因為他們不是有唱什麼 灰營溝 什麼那個嗎 那個故事其實是大概在公館那邊 吧 銀橋那邊 嗯 然後那個銀橋那邊 喔 所以他其實是有對應公館 就是公館的銀橋 然後以前真的有一個 鐵總鞍 就是有一個 第一個他是名勝 就是說那時候有陰火蟲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會去賞陰 賞陰火蟲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然後才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那邊落水的人太多了 然後就變成好像真的有一個鐵總鞍 在那邊 鐵總鞍在那邊 就是想要去 去壓 就是說去壓那邊 壓那邊 那個水鬼 水鬼到五分壓鬼 不要來 不要來抓狗鐵 對啊 因為他的內容也很多 類似像在辯證說 喔 這是鬼怪是看錯的東西 嗯 是你自己心裡面已經有影子了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東西 嗯 前面好像有講烏鴉 然後到天狗 對 然後水鬼到什麼什麼這樣 水鬼還有抓狗鐵 所以這個故事的原型也完全是台灣收錄的鬼故事嗎 嗯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講 又也講了一個 就是提出這個論述的 叫景上原料 因為他其實是在講一個東西叫真怪跟假怪 喔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說假怪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的迷信啊 鬼啊什麼之類的 真鬼假怪 對對對 然後他說然後真怪的話其實應該是 就他們會覺得說 欸那我們就是應該要有被論證過的 嗯 那我們才會覺得他是一個 真正的 真正的怪 真怪 我們之前其實台灣不是有電影叫做鬼師嗎 嗯 然後他其實就是那個鬼師其實就是 他們那時候真的用物理學 物理學的那個研究去發明了一個方法 抓到了一隻真的鬼 那這個就是真怪 他其實就是 有一點在講這件事 就是說他其實沒有否定鬼魂的存在 鬼魂也要怪 但是要必須死陣 對要死陣 然後就是 可是後來 可是不是很恐怖的是他失控了嗎 就是 欸那你實陣抓到之後 然後 對要求 對要求 對啊他其實 對 他後面好像其實是無法掌握的 就無法掌握了 然後就變成就是說 他們就整個就 那個研究室人都死掛了他 確實是一開始日本人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的話 因為其實在日本後來是真的有人就是 他們就是想要去研究 就研究 比方說我們他們先 那時候先去研究超能力這件事情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他們研究超能力的時候 他們就是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千里眼事件 其實就是你有看七夜怪談嗎 喔就是跟七夜怪談有關 其實就是自精子 就是他的那個故事 原型就是長這樣 對對對然後那個自精子 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他就說他有 因為他那個時候故事 他原型是他的那個他被催眠之後 他其實有超能力可以看到遠方的東西 喔那個時候 因為七夜怪談是要自精子 可是他另外的話是另外一個 欸我叫什麼我有點忘了 欸沒關係我想拉回來 那就像這個故事 這故事是完全是你撰寫的嗎 就是我一開始是先有一個大方向 然後我再請我一個朋友幫我寫歌仔戲的劇本 喔所以等於說是先有大綱 然後可能找個他本來就是把他可以把任何故事都轉成歌仔戲 對對對 的歌啊什麼的 其實 嗯嗯嗯嗯嗯嗯 那我有點有點好奇的是 那那個小朋友他有點是真人真事的參考嗎 還是他 喔那個就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而已 就是啊真人真事參考是倒也好像很多這種故事 就是說好像有的人就是會想說 其實他自己已經已經沒有了 但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那也像布魯斯威利跟那個小朋友演的那一部 對對對就是那個就是那個布魯斯 可是不知道布魯斯威利他不知道自己 是已經掛了 對對對對對 因為像這類的 布魯斯或者是火金箍那一首詩 或是詩歌就是他 後面都好像有叫人家放下 或者是這個三星的世界 就是我會覺得你的 這個展覽的文字影像組成好像 好像有一直在說 這個世界有點像幻象這件事情 對啊我在想說 欸這個 這個跟你自己的狀態 或是你的世界觀 你自己在這個世界觀的位置 是有關係的嗎 心理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會驅動你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某個心理狀態 然後就是可能就會覺得就是說 欸像我這真的是 怎麼講這真的是很喜歡看鬼故事 就會想說欸那 就是那時候發現這個故事就是 欸有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說叫去做這個 就做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然後那時候就是真的也去找了 那時候真的翻版很多報紙了 欸那裡面有寫到的 譬如說曾錦來 或是錦上元寮 是真的有這個人嗎 真的真的有這個人 因為錦上元寮就是 就把他寫進去 就把他寫進去 就是那個一個日本妖怪學大師 然後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就是提這個論述 就是說我們就是要 要真怪跟假怪 然後在日本還有一個公園 是他自己設計的公園 就是在做 就是他那時候就是在講說 因為他那個公園有一個大門 然後大門裡面就是有一尊是那個 一尊是天狗 一尊是 一尊是幽靈 一尊是女鬼 然後一尊是天狗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 然後他們裡面就是講說 那個所謂的女鬼 他就是心理的妖怪 然後天狗就是物理的妖怪 然後他就變成有點像 他分得很清楚 對 他就是分這樣 因為那個鬼 就是鬼當然就是 心靈的妖怪這種東西 然後 那個天狗這種東西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就是什麼 鐵骨啊 然後那個 雷公電母啊 雷公電母啊 或者是像那個什麼 地牛方身 或是魔形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魔形啊 我又覺得他 有點像地精或什麼的 好像不太一樣 我覺得魔形啊 你覺得魔形啊 他是物理的妖怪 還是心理的妖怪 因為講這個 就是想到以前 我哥 跟我 都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但是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 就是 我們以前家住 家裡的水上 水上機場那附近 那我跟他都印象很深 有在 晚上的垃圾堆 因為以前沒有垃圾不落地這回事 所以垃圾全部都會一袋一袋丟在電線桿下面 那我印象很深就是 那個路燈照著 那些垃圾 然後一群 類似小矮人在吃那些垃圾 而且是我跟我哥 共同的記憶 但是我也很懷疑 這個到底是不是影像 電影的影像造成的 錯字的記憶 但是我們都不約而同 有想起這件事情 那種小矮人 對小矮人 就是那種很矮很矮小矮人 膝蓋以下那種小矮人在翻垃圾 嗯 因為我這邊是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 我有一個老師 我有一個大學老師 叫做張其真老師 反正他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 公共電視工作的老師 因為我是念那個命傳新聞 然後他那個時候會有一些那個夜師 就是那種業界老師來檢科 然後他自己就 他也是有在修行 然後他出了好幾本書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在講說 他有一次去爬山 然後他那個時候爬山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時候就看到了很多那個 他就有一次就遇到了一群人 一群人 然後後來他就是 跟他們 稍微聊了一天之後 還知道原來他們是某間學校的人 原來他們是某間學校的人 原來他大學生來那個啦 來玩啦 剛才那一點 然後後來他們就 他就 其實他那個時候遇到那群人的時候 他心裡很怕 然後他就很怕的時候 他就趕快 欸欸欸謝謝好啊 那我們就趕快走 他其實只覺得那群人就不對勁 那群人其實他說就是很小的人 蛤 就是怎麼講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種小人 然後他就說 那他們還騙 騙他說是某個學校的人 對就他好像也應該也有可能是某個學校的一群人 然後他們可能真的去玩 然後可能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真的全部 瞬間也不知道自己離開了 然後就變成 然後他們那時候可能是那個吧 然後他們那時候可能是那個吧 山裡面就是 怎麼講 就慢慢的成金 因為那個時候老師他是說 好像是成金的 他就是會慢慢的 好像變金怪 就他會變小 變金怪 然後因為人也會嘛 人會變金怪 然後可能動物啊 或什麼之類他們也會 就是 動物好像是變成人 然後我老師那個時候就是 他那時候好像就是不想要 因為他知道這種東西蠻兇的 然後就是跟他保持距離 就保持距離 可是問題是他那時候好像他說 因為我那時候看他的書啊 他那時候好像也是 就至少好像也 病了三天神 就病了 就發燒一個禮拜 就讓人發燒發一個禮拜 之類的這樣 因為這樣聽起來 你會想要做到鬼師的 就是你會想要實證這個件事嗎 因為看作品好像是有點想 雖然你在講 真的假的或實證 但是你最後的故事好像 反而故意去模糊了一下 就是我 因為我是做歌仔戲 因為歌仔戲 他其實最後他都會導向這一種 就是怎麼講 他就是變成會 有點勸善 對對對 就是說後來其實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講那個 情理人事件 然後還有離世成交 大家好像都 很不把這件事情當真 就是說我們用 物理或是化學的東西 去做實證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不當真 然後其實最後反而好像是 民俗學 民俗學跟人類學 這個東西是大家好像是OK的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用民俗學 人類學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懂了 你的意思說大家反而 不願意用 科學來面對這件事情 對科學跟物理 然後反而是把它 放在 人類學或民俗學 民俗學 這一類 然後才在那個領域裡面接受它 對就是我們 我們好像人類目前只能接受到 鬼魂或是什麼鬼怪可以在 人類學跟民俗學 出現 對然後可是不能在什麼物理啊 什麼那一些 就是我會覺得 是這個狀態 就是這個狀態 那你作品 是有要講這個東西 目前的話我是沒有 會想要 會想要 這個感覺有點硬 有點硬啊 把它挑翻的感覺 我還在想 就是如果說 你真的要做這樣子的一個的話 就 我也不知道 就是說 因為歌仔戲 因為歌仔戲然後就最後就是 我好像最後還是倒到就是說 我們就是心裡 最後我們就是要放下心中執念 就是很歌仔戲的那種 那種故事框架 確實是 不過裡面有趣的是 他先談論 這個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 這是真的喔 對啦 因為也是 那是真的所以他才需要放下 對啊 不然如果是假的話是 那就全部都是幻覺就好啦 對啊 就會變成就是說 那可能還是真的有一個東西是我們 我們用我們現在的 我們的那個科學的 發展的進程 我們可能還沒有辦法去證實它 在這種狀態 只能放下 就是 其實好像也是科學的 唯一科學的 對對對 做法就是只能放下 對 然後 都是你的心理作用跟那個 物理作用就是 對啊 我覺得是有點這種感覺 你也是第一次來這邊 對啊我第一次過來這裡 可是風景很漂亮欸 你說這個松樹真的很 很漂亮 哇 這邊我還撿到一個 嗯 那是什麼 我還以為是烏龜的殼 沒有 就是國王的石頭 然後這邊 對啊那個松樹其實也很漂亮 蟹紅道 嗯 小蟹紅的那種感覺 也有點像蠔頭 好 有 有 有 混音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